一 二 五 我敬你 是 救过我的命 可你不能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 打我的脸 兄弟 这别的都不说 敢打小鬼子的 就是这个 我救你是应当该的 再说我没打你脸 是不是 这就是我媳妇 我咋打你脸了呀 大双 你真是她媳妇 那五常 你可都看见了 人家没有答应啊 不是 她答不答应 她都是我媳妇 你空口白啞 谁能给你作证啊 也知 她 大伙儿看啊 老母看着眼 这儿年龄最大了 是不是啊 年龄最大说话 是不是 是不是大家都都相信 就她就能跟我作证 不是 刚言 咱这话都当大伙说好了 别因为咱俩认识 你向着我说话 照实了说 听见没 郭大双说没说过 不管到哪儿 都跟着我拿不长 说没说过 不是 别看说不说过 哪儿 听见没 听见没说过吗 不是 还有还有 过大双说没说过 只要上了八台大轿 为这山林走两圈 她就是我那五常 媳妇说没说过 哪儿 你看说过 这 这不是我媳妇吗 刚言 那我也问您一句 听五常 听 不 我就说一句 那五常是不是在定情的婚宴上 挡着我全家人的面 把婚给我退了 那 哎呀 你啥呀 那奔呐 大五常 你都跟人退风了 就她娘子 别在这儿瞎起哄 大双 上轿 我跟你过一辈子 压轿 是 姐 叔叔 我看谁都不敢带娇子 把好病病碰呀 师父 住手 都把枪给我放下 咱这寨子里呀 就他妈不能来个母的 来了就不安手 既然大家在我这寨子里 也都认我这个大当家的 那我呢 就替大家做个主 大双姑娘 你是愿意跟大午长兄弟走呢 还是先留我这住下 我不跟他走 好 大双姑娘 来我这寨子是被逼的 留下来呢 又是自愿的 这是给我九枪八面子呢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认你这个妹妹了 以后在这山寨里 只要有我九枪八在 就没人敢为难大双 三龙啊 你是个实心眼的人 这又不是陆水夫妻 哪能一顶花轿 就把人家姑娘给娶了呢 兄弟 听我去劝 是你的 迟早是你的 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 武长兄弟 山寨永远念你的情 这儿就是你的家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大老家的啊 这次萍水相逢 您做事有理有面 我会有期 我会有期赌 有期赌 当家的 你这也太找他人威风了 你们二位可都是山寨当家的 为了两个女人 闹腾得还不够吗 那武昌一身本事 要真打起来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啊 你行吗 你又行吗 这山寨的事 就没人替我分担 好吧 日本人的马蜂锅算是捅了 人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你们俩先琢磨琢磨 这事该怎么办吧 大当家 听你的吧 听谁的都没有 这山寨 化石带不下去了 得往坏了打算 抛家舍业一大笔开销 偏偏遇上傅思远 咱们个老花头 有点意思 大当家的 别急 我去找这老花头 不信他不出学 我去找这老花头 不信他不出学 他们用的是我们已经破解的密码 还有呢 还有就是工党会把专人送中药情报 康连已经知道我们破解了他们的密码 所以他们会把重要的情报派专人送过来 还有 我们已经监测到了 电台信号就在周边 尽快锁定 准确地为止 是 河口山寨那边情况怎么样 按照您的命令 所有的地方都安排了我们的人 知道了 我从电台收到东北党委员会给你们的指示 用的是老密码 都说了什么 说有通讯员带着重要的情报要到你们这里来 他什么时候来 这个没说 不过我想 你们街头的人应该清楚 是 招了 联络地点只有郑伟他一个人知道 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 现在郑伟在土匪手里头 这可怎么办呢 这土匪实在大开口 我大半一心想要压架 这指望他的话 我哥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 现在得赶紧跟郑伟联系上才行啊 这土匪除了钱谁也不认 这谁还能说得上话呀 我去想办法 你是纳武昌吗 跟我走 我长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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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人啊 有完没完 这话不能这么讲啊 是吧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同志 那 那也是一块打过鬼子的革命兄弟啊 要我扯你没用啊 咋回事 我说人帮你们救水枪还给你们 怎么像粘斗包也要粘着我 是 我们政委是你从小鬼那儿给救出来的 可半道让土匪给携走了 这事你办得不利索 啥我办不利索 啥土匪 河口山寨的土匪啊 别扯了行吗 河口山寨的土匪 我昨天从那儿过来咱没听说 你去过河口山寨 土匪没敢办咋的 敢 我们政委真是没看错人啊 小鬼子也怕你 土匪也让着你 你真是个神人呀 不用给我带搞毛啊 我又不是渔皇大帝 说了咋回事 师兄 土匪把我们政委当了肉票 要牛付老板钱 这事你得帮我们 听明白了 他当肉票他爹都不管 我管得着吗 好 那我这样 我知道你找师爷爷的山狼呢 我帮你找他 你帮我救政委 傅作员 我是河口山寨啊 傅作员 你给我出来 什么人呀 咱俩砸门 开门 你们老爷呢 你们老爷出远门了 出远门了 去哪儿了 去长春了 长春去得挺远啊 什么时候走的 昨晚刚走 昨天晚上走的是吧 嗯 挺巧啊 傅作员 现在不还你啊 高手来是吧 哥 我和我山寨呢 你别管你哪些山寨的 也得等我们老爷回来 对 奶奶呢 好 看我装是吧 兄弟们 我看好了啊 好 我就不信他不露头 我去溜达溜达 大爷 怎么回来 怎么回来 大爷 二爷 您来了 这件事都放了不少啊 好啊 二爷来了 这不是二爷吗 小狗 快进快进 可以啊 又有爷 这一定要什么啊 你们想我啊 快来吧啊 爷想死你了 快 来来来 阿姨过来玩啊 走 让开 底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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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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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你干嘛呢 你们 走 你干什么 把它解开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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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嗯 不要害怕 我可啥也没干呢 啊 你们是抓错人了 去河口山寨的 二等家对吗 你好 我叫前院家业 是我请你来的 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另外 想请你带几句话到身上 把二等家的衣服 给他串一下 请喝杯六茶当当选子了 不可 这是我们 日本最有名的玉露茶 请您品尝一下吧 这个茶不会有毒的 怎么样 还好喝吗 好 真的吗 谢谢 我之前和你们的大当家 雷大龙 认识 但是我听说 现在你们的当家 是一个女人 是吗 对 那他和雷大龙 是我大哥的压寨夫人 是吗 太厉害了 一个女人 做了她当家 那她一定很漂亮 而且很聪明 是 了不起 但是 之前我和雷大龙 和你们的山寨 是有约定的 你知道吧 对 我希望 我们都可以遵守约定 这样 我们都可以相安无事 之前的事情 我可以不计较 但是这一天之内 请你们打到家 一定把那五条交给我 要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很麻烦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明白 明白 只是请你来 就是希望你能够转高一下 拜托了 好 那 我请人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告辞 刚家的东西还收吗 先别收 等等再说 大家先等等吧 到这儿 当家的 大当家的来了 利索 这满寨子操老爷们 我好些年没见过 这么利索的屋子了 当家的过家了 我们给你收拾完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是吧 姐 白收拾了 我们也享受不上了 咋的呀 我看这忙忙活活的 要搬家呀 逃难 得罪小鬼子了 得出去夺夺 大当家的 你可真能啊 女众豪杰啊 说实话我老羡慕你了 你说以前的沐贵英 也就你这样吧 啥沐贵英啊 要是没有杨祖宝 那沐贵英也啥也不是 这世道呀 还是以男人为主的 女人这辈子挑了个好的 就风光一时 嫁了个怂的 就窩囊一辈子 大当家的 你这话我就不服了 你这也太长臭男人志气了吧 大双 对了 我还要问你个事呢 你跟大武昌究竟是咋回事啊 别说你心里没他啊 咱俩可都是女人 你心里一点事啊 我清楚着呢 这么说个大张家的 我就是宁愿嫁给三哥 也不会嫁给那武昌的 拉倒吧 知道早上我为啥 没让你上三龙的花轿吗 你别在气头上 害了自己 又害了三当家的 那可是一根筋的玩意儿 哎呀 其实这三龙在我们寨子里 也算是人无人溜的 可是拿出去跟那武昌一比 就是短了一劲 女人嘛 曾经沧海难为水 这见识了好的 就再也不能将就 就算是硬把你嫁给他 你身在这头 心也还在那头 听我的 这辈子呀就跟定那武昌了 要不你俩就搬到我山寨里来 他要想当家我让贤 咱们姐妹俩 还有二双妹妹 咱们一块儿聊聊天 喝酒吃肉 你说得有多舒坦 大大娘呢 二大娘呢回来了 来了 你们先待会儿 等吃了饭我送你们下山 来 在哪儿呢 招呼这一帮兄弟在局长说事呢 谈事呢 兄弟们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事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 记住了 就这么办了啊 二龙 大当家的 事办得咋样啊 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刚回来 这不刚把兄弟们都叫过来 想说一件要紧的事 要紧的事 啥要紧事啊 我咋不知道 这份没来得及跟您说吗 说吧 啥意思 大当家的 咱们山寨要遭难了 来 救命去 站来了吗 好 这个就是音色了 看清楚了 下回你就不会搞错了 不过他现在啊 很少出兵营 偶尔出来也是戒备森严 凭你一个人 很难干掉他 但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我带你们去 给土肥穿个花 太好了 一天之内交出那五常 保咱平安无事 就这条件 只要交出那五常 咱们以后该干啥还干啥 那你们啥意思呀 我们都商量过了 只有一条路 交人 二龙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大家伙的意思 这是我们大伙的意思 三龙 老七 我听二大将的 我也听二大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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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听二大将的 我们都听二大将的 寨子的老爷们 就他们没有一个 站着撒尿的 大将家的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咱不能因为一个那五常 跟日本人翻脸吗 不值得 你别忘了 要是没有那五常 咱这河口山寨早没了 大将家的 山寨兄弟们的身家性命 可都在你手里边呢 你可不能脑袋瓜子一热 关键时候就胳膊手往外拐 这两天 咱们竟给兄弟们送葬了 日本人这是借刀杀人呢 一旦收拾了那五常 那咱们就是他 案板上的一块肉 想啥手吃就啥手吃 不行 这事不能这么办 大当家的 说一句对不住你的话 今天由不得你了 说什么 反了你 来人 给我把二龙捆了 三龙 大当家的 这日本鬼子探娘他太厉害了 咱就不仗义一回吧 他没骨头的东西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这是咱兄弟 你们体了心肠这么干 我就阴你来了 不过你们可别忘了 就你们这点本事 一天之内抓住那五常 日本人天天想抓他 连人眼都见不着 你不用去抓他 他的女人在这儿呢 自己会送上门来的 可以呀 二龙 我平时可真是小看你了 大当家的 我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兄弟们 不过您放心 这姐俩只是个隐藏 我不会对他们怎么招待 况且冲了三弟的面子 我也不能了 去 把那家两个扣下 是 忘了都说完 是 大当家和家 那我成来了 说要见大当家的 大当家 到哪儿 我去 五常兄弟 五常兄弟 是不是放心不下大双姑娘啊 这啥玩意儿的 找你们大当家有点事 正等着你呢 行 这边 大当家不是住里面了 在这边说事呢 让我带你过去 走吧 行 啥地方呀 大当家都在里边收东西呢 是 枪王 枪王也架不住你门棍哪 待会儿给他绑了 这边转送去 李老师 你这娘的 那么早时间才拿个水啊 不是 我刚才看见二当家的 把那五常给绑了 张爷 水 二当家的为什么要绑那五常 听说要送到日本人家去 别说话 水 你们这儿只给水不给饭吃啊 哎呀 俺这娘的都快没吃了 娘想吃 不喝 放了 来 马虎 这么着 你帮我找张纸 找纸笔来好不好 要哪家的 我给我们家老爷子写封信了 帮你们寨子弄点钱过来 连饭都吃不上这还受得了啊 俺大当家给人家躲去了 你爹是一毛不拔 他得看见我的亲笔信才行 我是他儿子 晓晓 去 跟这儿弄去 行 怎么着 看来你得手了 抓了 那接下来 打算怎么样呢 我已经派人跟日本联系了 一会儿把人一送 这事他就算了了 好样的 伤天害理呀 大当家的 咱们是土匪 干的就是伤天害理的事 大当家的 张云强让你过去一趟 他写了封信 他写了封信 信上说他能帮你要钱 哎呀 怎么把他给忘了 你想干吗 非得把事做绝吗 大当家的 在这件事情上 你可不能占半点的你私情 兄弟们可都看出来了 我 你想死啊 你别忘了 人家可是抗联的政委 你那么怕日本人 就不怕抗联报复你 大当家的 您想哪儿去了 我们要的是钱 不要命 他的命得给您留着呢 哎呀这笔钱 夜长梦多呀 跟我走 好 大当家的 走 走 大当家的 找一个可靠的人 把这封信送到我的家里 三十日内保你能拿到钱 拿去 你也给我听听 大当家的 您这不说笑吗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 不过 我倒是真想听听 张正伟的信里到底说了啥 张正伟 麻烦你把这信 从头到尾给我读一下 哎呀 咋这么静呢 平时那忙忙活活的 人都拿去了 咋就俩人了呢 是啊 姐 我怎么感觉有点是你的话呀 走 咱去找找大当家的 大头 你们俩回去 谁说不回去了 这不要走吗 过来找大当家的道个别 哎哎哎 别废话 再废话把你接了 混蛋 快 你可娘咋说话呢 滚 滚 滚 想回去了 回去了 回吧 回来也好 往后记着 这闺女佳佳的 没事别往这土匪窝里跑 谁往你土匪窝里跑了 还不是让你给绑来的呀 旺行程够大的呀你 好了 赶紧走吧 赶紧走 你现在想起哄我们了 就不走 我们等着给大当家道个别呢 是不 道什么别啊 不想走了 想在这何苦山寨当土匪啊 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 咋的呀 出啥事了 见字如物 而欲成败上 好 写得好啊 不愧是政委啊 大当家的 有了这封信 咱就不愁要不着钱了 还不快赶紧找人去送信 大当家的 你看啊 咱们这儿就您实字 要不然您把这信 从头到尾再重新读一遍 免得这小子糊涂咱们 阿龙 你过分了 到当家的 日后我一定给您赔补食 请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眼神怪吓人呐 看你是为了记住你的脸 拿门棍打我 别让我再见到你 你见不到我了 马上把你送到日本去那儿去 真行你们 我帮你们打小鬼子 你们把我逮了送给日本人 梁先生狗吃了 来 把这家人帮了 记着啊 孙子 就上个想保佑我出不来吧 对啊 大当家的 辛苦你了 这回我就放心了 这啥 这啥意思啊 这是数 不是字 我知道 谁家里藏那么多的现金现银啊 这是账号 把这个账号给我爹 他看到以后 就会如期给你们取钱 你还有完没完啊 赶紧去送信 对了 大当家的 这送信的人得选得利了 千万别耽误事 大当家的 大双屋里要走 找您过去一趟 真是想谁来谁啊 大双 二双 大当家的 你们俩这就要走啊 我们俩就要走了 等着跟你道个别 对了 帮姐办件事 去夫家送封信 老夫家呀 姐 这忙我真帮不了你 姐走不开 开口求你 您不能推辞吧 记着 立马送到 快走 等等 等等 大当家的 这两个姑娘现在还不能下山 我信我一会儿找别人送 为啥呀 二哥 好 大双姑娘不能留在这儿 这事儿 没商量 信我陪她去送 走吧 走 走 大当家的给你面子啊 不然老夫家说死我都不带去 谢谢大妹子 那五朝呢 前面压着呢 一会儿叫几个人 给钱人送去 你送她之前 告诉我一事儿 我要送送她了 大白 蓝蓝啊 有事儿吗 大白 我想跟你谈点事情 你们都先下去吧 是 蓝蓝 说 啥事儿 大白 我想跟你谈一下 郁城哥的事儿 坐 坐 坐 蓝蓝 你郁城哥的事儿 我还没跟你大娘说呢 我把她扛不住 大白 我哥老在土匪那儿 也不是个事儿啊 我逼你还急呢 可那九枪八呢 六根小黄鱼她都不干 那简直是 狮大开口 开口大狮子呀 那除了钱 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别说 还真没了 这事儿啊 你就甭管了 我自己分寸 老杨 什么事儿啊 合口上带来信 说是郁城少爷写来的 不是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在家嘛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你送信人跟小姐认识 叫郭大双 大双 他人呢 在外边 似乎不进来 大白 我去看一下 大双 你怎么来了 给傅思远呢 哦 那你们进来坐吧 不进去了 你赶紧看吧 大当家等着我们回话呢 那你等一下 这封信写得有点怪呀 像是画里有画呀 完了 你来看看 你看 你看这最后这印 写这么多数 啥意思啊 不是 你干啥去呀 你干啥去呀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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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傅思远看封信咋那么磨叽啊 真急人 你怎么废话呢嘛你 你要钱急人给钱的还急啊 姐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我们让土匪给抓了 反过来还要给土匪送信 过几天还心甘情愿地嫁给土匪呢 找臭没吧你 来 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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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场出事了 土匪要把他交给日本人 武昌兄弟 对不住了 为了山寨只能委屈你了 让让 等等 脑场出事了 武昌兄弟 你走了 就不该再回来 这都是命 啥玩意儿你不认识啊 不是大当家 我原来以为你是女中豪杰 是吧 做事有理有面 我救了你们 把我逮起来送给日本人 做事有点不讲究啊 拿酒来 喝了它 就当我为你送信 你不是多余吗 喝了它 上路 以后暖心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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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当家的 没事吧 走 走 老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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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兄弟 保重 先生说让我马上去找康连 带着队伍去阻止这个阴谋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 救出那武昌 如果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一切可对了 那你赶紧找康连去 那武昌那我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别放了 你说这都进去老半天了 这啥话说不完呀 你说 他们不会把我姐给扣了 准备报官吧 他敢 肉票还在老子手里呢 小点事 这什么地儿啊 人来人往呢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不是土匪啊 当土匪就是好呗 姐 姐 咋样啊 不思练 咋也给钱了 咋样啊 姐 出啥事了 三龙 你要还是个爷们的话 就帮我把那武昌生 小鬼子手里给救出来 我现在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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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